大家好 在这个春末 我们该如何给文竹修剪呢 因为在春季的时候 是文竹的生长光象期 萌发了不少的新芽 这个时候我们修剪分为两步 第一步大家看一下底部这些又小的文竹枝条 非常小 在底部接受不了光照 很容易出现发黄 而且会争夺养分 影响通风 容易引发病重害 所以要继续的清理掉 第二步在春季温度湿度比较高 文竹的生芽容易涂涨 我们要继续的给它截短 截短之后它会重新萌发更多的车枝 这样防止出现涂涨 最后施肥 有些花友发现 这家的文竹养着养着 叶子发黄 其实这种是浇水过多 或者是根系腐烂 或者是放在过阴过暗的环境 减少淡炎素 我们平时浇水呢 每隔30天用盐液淡粉 一勺兑一千二升的水 可以浸到喷污里面 给这个文竹喷湿液面 可以增加文竹的液力素的合成 提高光耗作用 能促进这个文竹呢 长得更加旺盛 更加油滤 所以我们要给文竹经常修剪 控形 这样呢 才能打造一个更好的盆景 好了 再见